黑金鼓 太過激 怕夢中的 會死 過激 我爸在50歲就決定離開多次了 就要到死定那裡做 那時候一開始我還蠻擔心的 因為死定是什麼地方啊 可是那時候其實我媽生理不好 讓生理好就有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往自然去走 你們有四位 我等一下我們家有做木瓜 我去採木瓜給你們帶回去 進一步的規劃就是 又一村從自己上去我要弄一個村肉 所謂村肉就是我要輸到一些 小小的山河宴那裡點綴那裡點綴 養一些什麼雞呀呀呀 轉一個彎又一村又一個另外一個村 我爸都不知道他已經70歲了 又一村又二村好害怕 那我爸工作本來就跟 繪畫藝術創作是有關的 只是他讓自己回到一個更純粹的創作 我以前是畫了一下 畫了一下 我一次我畫一副油畫 認為很滿意 我就在旁邊幫他 露款 所謂的露款寫我的名字 所以你又不是大畫家 你又那個名字幹嘛 然後我就把它拖掉 那時候我就花一元心 我當畫將不太快 我希望我兩位兒子又是畫家 所以對我父親而言 他的失落感我可以理解 大兒子希望他走 會畫這條路也沒走 二兒子給他一張屁股的照片 就會轉向了建築這一塊 所以我爸現在把所有的希望放在我們身上 豬 豬 豬 找看看 給你找看看 哪裡還有去 這隻 媽媽 不是 牛 對 牛 牛 這個誰 公 公 不是 公 他很喜歡創新 所以他開始要試著用塑膠管 開始用鐵片 去創作他的作品的時候 我都會跟他說 我覺得好棒 一個快七十歲的創作者 創新